蔡玉珍這個媒體人 他的臉書 他這次有選里長 本來不想幫他廣告 但不得不講 他果然出手了 爆料韓國瑜的財富 是靠北農 錯了 是靠妻子李嘉芬家族的 維多利亞 雙語學校 講到這裡都沒有問題 但這個學校的地 是誰弄來的 這些臺灣私校的校弟 因為台唐最厲害的張友慧 和當年明代的勾結 勾結完全負面 瓜分了台唐肥滋滋的土地 五十年 看到這裡 氣憤了吧 很憤怒了吧 怎麼可以這樣 維多利亞雙語學校 跟環球比零而居 那當然還有很多人就去加碼 維多利亞雙語學校 是個貴族學校 他學費很貴 我沒有意見 我不喜歡有錢人 沒有意見 但有錢人要把小孩子 送去讀貴族學校 人家如果合法 你有什麼話好講 但特別要強調這個 跟環球比零而居 環球的地是維多利亞的五倍 維多利亞算起來 一萬八千零一十坪 年租金一百七十二萬一年 算起來一坪土地 一年租金九十五元 每個租金八元一坪 那韓國瑜 你要替誰抱不平啊 高雄人民民心思辯 我也想變啊 給我一坪八元的台塘 公有地辦校 我也很會變啊 我四年就變富好了 韓國瑜立刻博士 很多人質疑這個問題 台塘租土地給學校 全台只有維多利亞學校嗎 合法不合法 如果台塘有租給其他學校的話 請問收費標準有沒有不一樣 如果收費標準都一樣 有什麼問題 全取奧博讓人受不了 台塘有回應喔 台塘不要忘記現在民進黨執政 台塘派去的人 也是民進黨派去的喔 他說維多利亞校地比較偏僻 雲林縣政府的公告地價 本來就低 所以一坪算下來 本來就是每個月八塊錢一坪 然後一平方公尺的地價 三百五十一塊 租金本來就低 加上學校用地 租金可以打八點二五折 那這件事情是不是弊案 陳其安利克說 這個事情去問別人啦 但是他要強調 他是要改革的 野百合時期 大家一同推動民主改革 改革是我們的DNA 相信這是台灣要走的路 只要堅持改革一定會成功 但是這個爆料呢 媒體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台塘回應描打爆料人的臉 打蔡玉珍的臉 他強調租金 台塘說租金有計算公式 算下來一坪就是八塊錢 其他還有六十件的學校用地的租約 也都是一樣的 那租約從八十八年 民國八十八年到民國一百三十八年 他的依據法源是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 提供土地出租跟設定地上權的辦法 出租土地全臺目前給學校的六十一案 而年租金的計算方式是什麼呢 也有公式 是公告地價的一成 然後如果是學校 全部都在打折八點二五折 那租給學校的地通常高低起伏 不太適合耕作 相對租金也都比較便宜 但是韓國瑜他所創辦的這個 維多利亞貴族雙語學校 確實土地租金比附近的便宜很多 確實附近一坪大概一百塊錢 他一坪只要八塊錢 可是這是誰造成的 這是因為我們法律上規定 就是 就是要用公告地價去算 公告地價的一成來算租金 那臺灣公告地價跟市價就是便宜很多 所以這個布料 爆料的結果 現在已經出來了 韓翰 這個事情我真的是驚呆了 我為什麼會驚呆 這個事情居然可以拿出來講 大家知道在軍中 在軍中的營戰 如果你當兵 你去買一罐飲料 可樂或汽水 跟你在外面的西班人是不一樣的 那你今天會跟我講說 軍中營戰的價格跟我不一樣 所以我要去踢爆嗎 觀眾朋友 維多利亞學校是兩千零四年 就已經創辦了 十四年前 就已經租用這個地 而且當年是依據之前的前總統 李登輝前總統時代 台唐要把他的土地釋出 因為他推出了一個政策叫借級用人 希望所有的這些在臺灣的這些台商 或是要創辦學校的人 可以用公告地價百分之十 而且另外還有折扣的方式去 我直接把結論告訴大家 如果你覺得雲林的這所維多利亞學校 因為韓國語 不好意思 我要再講一次 是二零零四年 在那個無人聞問的十四年前 然後你就說是因為特選或怎麼樣 臺灣有六十所的學校都跟臺唐租地 都是用一樣的租金 一樣的標準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突然跳出來說 抓到了 米居然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弄這個暴力 然後維多利亞學校是用特權 兩千零四年的韓國語能有特權 他連立委都排到第三十三名 不分區 然後沒有辦法建立法院 而黯然的離開在臺北的生活 到雲林去 然後創辦一個學校 為什麼會讓學校的租金這麼低 我剛剛再講一次 六十所學校都一樣 就是希望能夠盡量的這種文教 機構可以用這樣的價格 他是不用辦學嗎 他只要付土地的成本嗎 他不用請老師嗎 所以再講一次 六十所的學校 在臺灣都跟臺唐租了土地來使用 而他們都是用一樣的 百分之十的公告低價 用一樣的所謂現在所講的這個暴力 暴特別低的價格 所以這樣指控毫無疑義 只能證明就是韓國語 現在選情穩定 所以澳波會一個一個出來 所以榮介 這個很清楚了 今天是民進黨執政下的臺唐 直接跑出來講 而且講的是有憑有據 他所依據的一個法源 我依據這個法源 然後任何人要租地都可以用這個法源 那我的租金怎麼計算 我有個公式 就是公告地價的一成 任何人都是這個價錢 然後呢 只要你辦學校還在打八給二五折 那請問到底哪裡 就是韓國瑜你們支持度太高了啦 高雄的義手大學 黃偉哲在當立委 他有執行 義手大學是那麼熱鬧的地方 一瓶是一百零二塊 臺南的康寧大學是一瓶是一百八 那這個維多利亞要怪誰 就要怪蘇智芬跟李進勇 你為什麼不把地價調高 這公告地價是縣政府的問題 就是因為那邊是公告地 為什麼鳥不升蛋機不拉石啊 所以沒有辦法去耕耘 也沒有辦法耕作啊 那你投資 為什麼政府要獎勵私人薪血 就是政府的資源不高 所以他們要拿骨子 他出來蓋學校 他不是那些地方可以做學生 土地拿來他要路燒 要經營 裡面要做白水 裡面還要蓋道路 要投資 所以要叫建築書來 還要蓋學生 學生蓋後還請老師來 才可以學生 這樣一瓶一塊是爽 是因為 雲林管政府把這裡的地方看不去 所以說這裡是賺賣的地方 地價真價 算起來一瓶一塊 是這樣算的 如果李安妮 當然是在台中那間美國校 在蓋 蘇林的土地 到尾不是說沒錢 那不是得款 所以瓶貨六十幾經是台藤 印度的標準 不一定學好 就是說你現在要做什麼土地 你要經營也行 農民 當木瓜 我們台南那多少 做木瓜要做 包括大廚林業 政王來 他都跟台藤做好了 也是一樣 這樣來 農地 有一個農地 計算方法 一當你要叫多少 不然他去年 你還要一千八百幾萬 一千五百幾 和一千八百幾 他賺五十家嘛 所以今年跟我說 一定各位跟我說 你跟我說 拜託 明年的王來 又大廚啦 你有答應買給我找 人來給我買喔 我說有 我有答應給你買五十家 所以要提早 我跟韓國人說 這個我們要提早 頂端給他 農民看天吃飯 現在韓國人說 這個農民、虛民 都要解決問題 我們看到了 所以三十一起來 參加這個農了 實在是說 農得沒人 還有這個組織不錯 這個基金就組織不錯 才會去農這個問題 所以我看 黃偉澤這順順就說 台藤的土地 這種做法 標準不一樣 是當機 他累積下來的問題 你知道 阿兵的做總統的時候 有一瓶做什麼 我們一瓶一瓶 所以你的意思說 黃偉澤質詢的時候 比較理性嗎 不是 就是說他照這樣來嘛 這是制度嘛 所以制度 他到不然他也沒辦法 他說制度就要再檢討 對制度來檢討 你要檢討的是制度 因為你拜託 人家一半是怎麼做五十年 人家家的倒數 如果他要在那邊 那錢是不能分到的 他在強調 我們來強調看一下 蔡宇鎮的臉書 他說府地五十年 他強調的是什麼 這麼便宜 割地五十年 那一個學校 你如果不讓他存續五十年 你怎麼去辦校 重點在這裡 再看一下 如果你覺得這個價錢太便宜了 市價一坪要一百塊的租金 為什麼跟臺堂租只要八塊錢 太便宜了 你就像龍介講 調高供訂地價就好了 對啊 好 或者說你修改這個方法 你用公告地價的多少成 就全部都疑事從人 法律就需要疑事從人 什麼都能改 就是那個五十年不能改 對 你笑的啊 我今年畢業 明年回去找不到母校 你怎麼沒有五十年那個東西 這個五十年就要大家來討論 我認為五十年可能還太少了 重點就在於 你有沒有一致的標準 是不是 因為這個叫韓國瑜 那個叫謝國瑜 然後怎麼樣 每個人都不一樣 如果都是一樣的標準 那請問這個是不是烏龍爆料 我覺得好高興 就是任何的真相 我可以幫忙找出來 除了我哥被冤枉 我沒有辦法幫忙以外 那這件事情很清楚是非 是非安全的 決定iyo 天啊 天啊 天啊